魏无羡正躺在床上闭目凝神,就听见门被人推开的声音,晃悠的小脚立刻停下动作,慢悠悠地扶着床坐了起来。 蓝战,你,这红盖头真爱事,挡着自己说话了。 他心中念叨一番,而后顺手一扯,那块坠着金丝流苏的红盖头竟是直直落到了地上。 二人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四目相对,身着红衣的蓝望鸡握着洗干的手一顿,而后默默把洗干放到一旁的茶桌上。 呼,盖着这红布弄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 魏无羡也不顾自己凌乱地散发,直接用手对着自己的脸像扇扇子,试得呼着风。 因为盖着红盖头,脸被捂得微微泛红,一副水灵灵的大眼略带兴奋地看着自己。 蓝望鸡撇过视线,找了个椅子坐下来。 魏无羡披着一头乌发,一蹦一跳地走到他面前,十分灵活的一座,翘着腿,吃着桌子上摆的零食点心。 蓝战,既然我们已经成婚了,那么该说的话我还是要告诉你的。 蓝望鸡看着一旁的金杯酒盏,眼帘低垂,嗡了一声。 魏无羡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,自顾自地啃着苹果说道, 虽然我们两个明面上已是浮浮,但是我们两个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我师姐说了,两个人若真要相处一辈子的话,那便是要同自己心爱之人走到最后的。 我们两个只有一面之缘,算不得,两面。 蓝望鸡淡淡纠正道,魏无羡没反应过来。 什么两面,我们不就一,一面。 魏无羡说完立刻心虚地低下头,在阴影之下表情精彩得很。 完了完了,自己不会这么快就暴露了吧? 不会吧?应该,不会吧。 魏无羡偷偷用余光打探着蓝望鸡的神情, 对面那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 怎么办,怎么办,这要丢大人了。 可能是我记错了。 嗯? 魏无羡听着不远处传来的声音,不可置信地看着蓝望鸡。 蓝望鸡却是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,端坐在侧。 魏无羡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有没有认出来自己, 但此刻自己就是说多错多,故而硬核道, 对,应该是你记错了。 魏无羡打了几下哈哈,正巧外面的休寝终生传来。 魏无羡转移话提道, 蓝战,也不早了,我们早点休息吧,其他是明天再说。 魏无羡一转身便看到了身后那张红被大床。 魏无羡,蓝战,虽说新婚之夜分床睡不好, 但是我们情况特殊,要不这样,我睡地铺,你睡床,可以吧? 蓝望鸡淡淡看他一眼,站起身, 似是料到他会说这般话,从一旁的衣柜里拿出一套新座的被褥。 我去隔间。 隔间,要不还是我打地铺吧,让你家里人看了不好, 其他弟子看了怕是也会多嘴。 蓝望鸡叹口气,那遍地铺。 嗯嗯。 等等,蓝战,是我打地铺,你怎么自己躺下了? 蓝望鸡道,夜寝,低语。 哦哦哦哦,魏无羡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,我来睡地铺吧。 蓝望鸡道,不用。 魏无羡经历了一天的婚事,累得不行,看他坚决,故而懒得争辩。 那明天我睡,今日你睡。 他脱了鞋上榻,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,便呼呼睡去。 咳,蓝战人倾咳一声,顶着黑眼圈的魏无羡跪下去,端过茶净堂上的两位。 爹爹,娘亲,请喝茶。 蓝望鸡也跪在一旁,手中拿着茶,父亲,母后,请喝茶。 清衡君和清衡夫人点点头,接过茶水。 清衡夫人道,好孩子,快起来吧。 魏无羡道,多谢娘亲。 两个人站起身,分别坐到一旁的椅子上,听着大人们训话。 两个人中间,明明隔着一个桌子,但是魏无羡还是有意无意地向另外一旁靠了又靠,恨不得离蓝望鸡越远越好。 蓝望鸡,魏无羡,哼,都怪蓝站大早上叫我起床,要不然我能睡到晌午,在赤壶足的时候就没起过这么早。 谁能想到,白狐族居然规矩这么多,连早起都有时间规定。 唉,能不能现在和离啊,我受不了这委屈。 魏英,魏英。 魏无羡猛地抬头,发现众人都在看自己,而刚刚叫自己的也正是清衡君夫人。 夫人。 魏无羡站起身作衣。 清衡夫人笑笑,不必举礼,我也就是问问你和旺姬相处得如何。 魏无羡,看了蓝望鸡一眼,二人四目相对,各有心思。 回夫人,没有,我和蓝站,蓝小殿下还是很和睦的。 又听到蓝小殿下这个称呼的某人默默挑眉。 清衡夫人也是没见过其他人换自己儿子这个称呼,愣了一瞬而后笑道。 那便好,阿湛姓子冷,你和他相处,若是他冷落了你,你就和我们说,母亲父亲替你出头。 魏无羡立刻道,真的吗? 那,那蓝湛今日卯时,母后,父亲,若是无事,我便带魏英用早善了。 被截住话茬的魏某人一时语色。 清衡君点点头,去吧。 蓝旺姬魏无羡作医告退。 蓝启仁道,这个魏英太过活泼了些。 清衡夫人道,我看这孩子挺好的,我很喜欢,而且,这两口子感情看起来也不错,都有小昵称了。 清衡君道,昵称。 清衡夫人道,你见我们白狐族谁敢叫阿湛小殿下呀? 那魏英分明就是故意的,但阿湛丝毫没有要纠正的意思,一看就是入了心的。 退出殿的二人恨不得离十万百千里远,隔着一条银河。 魏英。 魏无羡听着身后的声音,负着手傲娇道,干嘛? 蓝旺姬淡淡道,我们的屋子在这边。 魏无羡道,我知道啊。 蓝旺姬道,那为何? 魏无羡道,谁说,我要回去了? 蓝旺姬疑惑道,该吃早饭了。 魏无羡转身看着他,早上的起床气还未散去,语气中满是赌气意味,我去外面吃,小殿下就自己吃吧。 反正你们哪哪都是规矩,我吃也吃不惯,就不爱着小殿下的眼了。 蓝旺姬攥着衣角,一时也不知该如何作答。 只能任凭着魏无羡走出了院子。 旺姬。 蓝旺姬回身,兄长。 蓝旺姬笑道,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? 蓝旺姬咬咬唇,道,无事。 蓝旺姬道,魏殿下呢? 蓝旺姬沉默不语,半赏作一道,我先回去了。 蓝旺姬叫住了他。 旺姬,这白狐族和赤狐族虽都是狐族,但规矩却大不相同。 魏殿下出来乍道,肯定不适应,你要多体谅些才是。 蓝旺姬脚步一顿,多谢兄长。 蓝旺姬的